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這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俄污發生了一些衝突 在發生衝突期間,美國依然利用他們的滲透影響力等等 找人在俄羅斯搞事 希望在內外夾擊下把俄羅斯放下 當然,他們的魔爪當然不只伸向俄羅斯,我們中國也有顏色革命 但幫過美國工作的人有什麼效果呢 俄羅斯有幾千人 去了美國尋求庇護 是幫美國工作的人 想著幫完美國工作有些好處,起碼給我國際身份 但最後他們竟然被美國籌金虐待 最終有人弄得身體很差 連腳都沒有 還有,有些人 是被他搞到整個人生沒有目標 他在想 怎樣死 才可以死 沒有那麼痛苦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稍後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綜合了 美國的紐約時報 路透社 和英國的衛報的報導 在俄烏發生了一些衝突之後 有一些 非常親西方的俄羅斯人 什麼叫很親西方 大家知道在俄羅斯境內 有一群俄羅斯人 聽從了一些指令 或者跟從了一些煽動 然後在俄羅斯那邊 大搞一些暴亂 搞暴亂 有些人幸好沒有被拘捕 沒有被拘捕那群人 當然要去煽動 中主國 那個中主國就是 美國 這一群親西方的俄羅斯人 從美麥邊境那邊 進入美國 想著是 尋求庇護 但是 美國的媒體 在11月尾 的時候 竟然 披露了 這群俄羅斯人 沒有辦法 證明到自己在俄羅斯那裏受到迫害 申請這個政治庇護的時候或者難民庇護的時候 是非常之 不順利 其中 幾千人 被關了到 好像監獄那樣的 拘留中心 還要被一些肉有歧視 遭受到一些 暴力的 對待 即使是病重 都沒有辦法離開 不要了不要了我回到俄羅斯還可以醫病 不要了不要了你給我 你給我走 不好意思 不讓你走 有一個年輕的男人 被還押 七個月之後 知道他的申請給他 他 很哀傷地感嘆 他就說 你不如 在邊境那裏一槍裝死我吧 總好過現在 困了我那麼久 你現在困了那麼久 慘無人動 我寧願你一槍裝死我 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是人道更加多 你聽美國說話 你聽美國指令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大家有沒有共睹 紐約時報在28號的時候披露 俄烏的衝突期間有大量趁西方反政府的俄羅斯人 他說他們自己做完事後在俄羅斯那邊就受到迫害 希望可以去到美國尋求卑戶 其實他們就是不想 犯完法之後不想承擔什麼後果 然後在2022年年頭的時候 年頭也算是三四月份 然後就說有兩萬兩千名俄羅斯人希望在美國的南部邊境那邊入境 比之前那幾年大幅增加了很多倍 因為2020年的時候只有400多人 俄羅斯人就被西方煽動 然後就覺得美國是他們的後台 然後就有很多人就走過去美國那邊 然後他們當中有幾千人就踏上了美國的土地 之後就被關押到一些拘留中心 護照、電子設備、電話等等全部被收走 他們被人收走這些聯絡方法之後 聯絡的手提電話之後 基本上他們是 聯絡不了律師 以及他們是沒有辦法呈交他們所謂被迫害的證據 《紐約時報》就說這些逃離俄羅斯人的 叫做反戰活動人士 親西方勢力 聽美國之敵的人士 他們去到美國之後 沒有辦法尋求自由 據報就說 美國那些政府有關當局 向被關押的俄羅斯人 索取他們 沒有辦法給得起的高額保釋金 沒有辦法給得起的高額保釋金 所以很多人 被關押了幾個月 又給不到保釋金 所以就沒有辦法保釋 在關押的幾個月內受盡折磨 但是受盡折磨得來 他們獲得庇護 的希望 是非常小 非常渺望的 有一個29歲的俄羅斯人叫謝米蒂娜 他和他丈夫謝夫休克原本在俄羅斯當醫生 在俄烏的衝突 發生了衝突之後 他們在社交媒體不斷幫 西方發放一些 訊息 搞亂俄羅斯國家的資訊 這對夫婦就說他們因為做了很多壞事 在俄羅斯當中已經成為警方拘捕的目標 也擔心他們會不會被徵召到前線做棍衣 所以他們在4月中旬的時候就逃到墨西哥 兩個星期之後他們去到美國南部的一個入境口岸 他說他們期待著 嘗試 一個自由的滋味 但事實上 他們 是立即失去了自由 他們害怕 在俄羅斯被拘捕因為幫美國做了事 然後就叫做要去潛逃 但是入到美國境之後他嘗試的是什麼 嘗試的是在俄羅斯他們都沒試過被嘗試的對待 就是立即被扣上手球 帶上腳鳥 然後分別 把他們關押進入路易安那州 兩個偏遠的 拘留中心 足足六個月都沒有 看到他們的對方 謝米蒂娜另外再和六十個女孩 逼在一間 籌室 其中 有二十多人是來自俄羅斯 她老公 社夫休克 的肉友 威脅要對俄羅斯人使用武力 不喜歡俄羅斯人 因此 她嘗試請求 可不可以調我去其他 監房 在看守轉移的過程之中 她 被扣上手球 而且 那些肉櫥 肉油 肉櫥 把她推在地上 然後就虐待她 導致她在水泥地面撞到頭破血流 頭和地上磨擦和磨擦 然後 她就開始絕食抗議 不停地投訴 找不同的機會 向人權組織 求助 直到 8月份 有些人權組織或移民援助組織 光瑜 然後 她倆夫婦就好像看到有些希望 終於可以出來了 是不是 不是 因為你住在那裡那麼久 你也要交租金 你在那裡吃了那麼多東西 你也要交火食費 最終 要求她倆夫婦 每人付15000美元的保釋金 到了8月 4月找到8月 要求她付15000美元的保釋金 即是兩夫婦加起來是3萬元 324 即是22萬左右 23萬左右的香港港幣的保釋金 22、3萬港幣即是一人十幾萬 即是每一個月是大約2萬多港幣 兩萬多港幣你住是絕對沒有問題 大佬 但問題是 他們是 吃到很差 住又住到很差 六十多人在房間 但也要付兩萬多港幣 這些好過場 不過 他們 這兩夫婦是付不起這筆錢 雪上加霜的是什麼呢 謝米蒂娜的老婆 出現了盤骨疼痛 身體 左側麻痺等等的症狀 在10月5日被發現 昏迷在地上 有一個癲癇發作 謝米蒂娜被送往醫院 確認了患了 有一個神經的疾病 但是美國當局 拒絕 釋放他 仍然是把他推回拘留中心 原來病了在那裏得了一些重病 都不能放你 直到 10月28日 美國那邊的拘留中心 終於大發慈悲 放了他們 不是 把他們的保釋金 每人降到一萬元 嘩 謝謝 最終 他們兩夫婦 利用了一些人道組織的東西 幫他籌款 籌款了 夠錢 然後給了保釋金 他們在11月8日 終於都可以獲得 暫時的自由 但他們 未成功申請到難民的身份 與此同時 原本很健康的謝米蒂娜 因為他得到神經疾病 被關押期間 在高壓的情況之下 在衛生環境很差的情況之下 什麼疾病都可以被吐出來 他現在沒有辦法正常走路 是依靠著一些腳步的資格裝置 他才可以走到路 很慘 很坎坷 美國虐待這個庇護者的黑歷史 其實已經有很多 從 美國的總統拜登 歡迎移民 以及歡迎過來尋求庇護之中 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民眾 去到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 其實 已經是爆發過無數次他們 被虐待的新聞 數之不盡 那麼多年以來 不要說是拜登 拜登當做副總統之前 甚至乎在之前的時候 那些移民你有沒有看過 要那些小朋友和爹地媽媽 要骨育分離 甚至乎找不到自己的子女 然後是整世都見不到 甚至乎不知道生死 那這些真是 雷見不鮮 有人在裏面被侵犯等等 很多很多很多 虐待其實只是其中的一環 還有性侵 還有是不人道對待 等等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是數之不盡 現在 其實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所謂的難民 尋求庇護的人 被美國利用完之後 是用完即棄 被他們騙了 現在好像這對俄羅斯夫婦 那些俄羅斯人 有一群人 甚至乎香港人 甚至乎中國的某小處人士 甚至乎台灣的人 日本人等等 韓國人等等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人 很崇美 很崇洋的 天真到以為自己 在美國眼中 真是一些盟友 真是可以幫到他們 但是 到最後 沒什麼好下場 沒什麼好下場 也有不同的人出來說話 包括俄羅斯人 尼基蒂娜 33歲 被困了5個月後 他抱怨 美國人全程好像對垃圾一樣 對著這群 為美國做過事 的關押者 另一個 25歲的 索科諾夫司機 被困了7個月 7個月後 才 被人告訴他們 不好意思 你的庇護 是申請失敗的 他直言說 你在邊境借下我 被批走了我 都好過 困了那麼長時間 被做一個不人道的對待 我寧願你批走了我 他現在 俄羅斯又回不了 因為回到他之後又要被 關押要成 美國就任不了 很大機會 認為他自己 就應該要做一個 國際難民 他現在是 尋求一個比較好的 死法 是的 真的 真的 美國這些就是害死人了 25歲的年輕人 他現在在想怎樣死 會死得好一點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基本上在很久之前 3月份的時候 2022年3月 就說 那些在俄羅斯賺錢 但是在思想上 卻是盲從著西方的民族叛徒 在西方國家裡面 眼中 只不過是一些用來分裂俄羅斯的 素材 他強調 任何人特別是俄羅斯人 總是要分清楚 什麼是真正的愛國者 以及什麼是叛徒 其實這個說話 應用在香港 應用在中國 甚至乎應用在所有國家 受到美國影響的國家 地方 都是適合的 當然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 來點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震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